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时间11点07分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 11点到12点的明阳课节目 我是诗伟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位医师 我们美丽的制作人正在帮他忙着摆道具 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欢迎我们的医师 要来欢迎的是陈俊龙牙医师 牙医师在安 早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不要让麦克风挡到你的帅脸 非常欢迎 大家可以上脸书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今天不要跑错地方了 今天我们是要到脸书上面来做直播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脸书上面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现场节目的直播 news就是新闻的NEWS 好 我先帮大家听一下 好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陈俊龙牙医师呢 要来 我跟你讲我今天聪明我穿白色的 哦 什么match 就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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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被你的白色抢走我的光 每次医师来一穿白袍我的光都会被抢走 好 要跟大家来分享哦 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呢 台湾今年1月的死亡人数呢 已经是大于出生的人数了 人口是呈现负成长 那在人口老化的过程当中呢 你知道年长者最常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严重的牙周病 或者是年纪大之后骨质流失 就会导致牙齿的自然脱落 那这个部分呢 我本来还不觉得说 有什么严重的 听起来吗 好好啊 还好 但是今天很恐怖 很惊悚 各位你一定要赶快上脸书 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因为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来看几个画面 这个 这个 你在这个画面来 你要你要来自己解说一下 对对对 好 首先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 这个是大大的数字30 下面是years old 就是30岁的脸 30岁的脸 其实我们人有黄金比率 就是我们的脸的高度 额头这边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黄金比例 我们人的脸 用侧面来看也是分五个部分 假如正面来看是五个部分 那侧面来看是高度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像这个图所说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上面来讲 是比较美的是不是 对啊 还是大部分人都是偏向这样的比例 真的 你超过30岁了吗 超过了 但是你看这里就是一排好牙 它一排好牙撑着这三分之一 下巴这个三分之一 对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下 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 这边其实都是一颗一颗的好牙齿 所以这些好牙就可以撑着它的下巴 对不对 对它就整个下巴的三分之一 就是一排好牙 好牙的高度也刚好撑着它整个咬合 所以它就三分之一 然后鼻子那边三分之一 然后额头那边三分之一 而且你知道呢 那个下巴线就非常的美 因为整个那个下巴就撑出来了 就比较没有皱纹 对 好但是呢 人到了45岁呢 在场都还没有人啊 到45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事情呢 四十五岁是这样子 假如没有把 因为是流失一些牙齿了 我们人久了久了 可能就流失一些牙齿 还是因为牙周病 还是蛀牙太严重了 拔掉了 那我们假如没有去 把这个牙齿撑回来的话 人的脸部下面 变会慢慢的小一点 所以变矮一点 所以变成三分之一 是永远不会变 上面的三分之一 额头的三分之一 然后鼻子这边的三分之一 也不会太变化太大 对 但是这个下巴这边 就变成一点毛毛毛的感觉 因为他这一个人 45岁的时候 没有把缺牙的地方 补回来 OK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缺牙 没有补的话呢 其实你就会去 你像你看嘛 自然有个东西 帮你撑住 你就会有那个高度 有那个硬体在 对对对 有那个硬体在 但是你想想看 假设这个是牙齿好了 医生帮我来一下 假设这个是牙齿好了 但是你看我们的麦克比 假设撑掉了 上面的那个高度之后 你没有去把它撑住的话 那高度一定是往下摆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 磨牙压力大 不是只缺牙 磨牙的时候 会把牙齿 的法兰子磨掉 那几个mm来看的话 说真的 这个三分之一 会觉得毛毛 所以很多人磨牙 他的嘴巴 有什么看来毛毛 你怎么知道 这是在说我 我有发现我牙齿 你微微而已 一点点 你讲微微就是很严重 没有 你先讲很严重 就是非常严重 有可能 真的 我没有嘴巴张开给你看而已 我的牙齿变得比较短 比较小 而且你知道最明显 是在什么时候吗 使用牙线的时候 各位使用牙线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比平常更容易去 吐到那个牙肉 我就会想说 奇怪 好像平常那个距离是可以 我随便举例 可以一公分的 我怎么零点五公分 就吐到牙肉 对啊 所以你习惯上 可能就是太用力了 因为那个距离 你已经记得是一公分 现在变成零点五 你也不知道 所以觉得怎么这一次怎么 很快就吐到了 对 使用牙线的时候超有感觉 真的 所以 我还可以再讲一个差别吗 可以啊 所以以前微笑的时候 大家如果看那个 News98官方粉丝团 以前微笑的时候都只需要 不用嘴巴张开 你只需要这样 微笑就好了 对不对 但现在为了让你的下巴 看起来比较长 而且比较开心 于是你微笑就会必须变成 两个嘴巴要张开 哈哈哈哈 有没有 这样子看起来 嘴巴还呼吸了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下巴比较长一点 对对 各位 其实是因为牙齿变短了 是 是 就是那个硬体被磨磨矮了 对 等一下我们要问一下 陈俊龙牙医师 牙齿变短变小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因为我身边不止我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后来他去做了 整个八 一边四个一边四个 八个牙套把它撑高 对对对 那要垫高 垫回以前的高度 嗯好 工程蛮大的 对对对对 好 那这些六十岁了 哦 这很猫的哦 开心猫 因为他就是没有 没有牙齿 也没有去管他 他觉得反正我可以吞食物 反正没无所谓 反正我人老了 因为六十岁了 嗯 其实不是六十岁 就是因为这个硬组织硬体没了 嗯 所以这嘴巴就茂茂 嗯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张哦 一个最大的差别吗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下巴线 上面的那个六十岁 已经非常的茂茂了 而且大家有看到一个最明显 你拿好哦 医生哦 那个嘴唇啊 的地方 有没有 扁掉了 还有法令纹啊 还有法令纹变身了 所以这这位呃 六十岁一定会去打玻尿酸 但是打这个玻尿酸没有用 因为你打了 虽然可以撑起来六个月后呢 嗯 又又冒下去了 因为硬体 下面的硬组织没了 嗯 嗯 所以应该要把牙齿呃 呃 称回来 然后再去打玻尿酸 才会撑久一点 也就是去解决根本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对 好 呃 各位 就是要找牙科 不是一直去找整形美容科 打玻尿酸 要来应该是一起啦 哈哈哈哈 好 哎 这个 哎 那个 举这个例子不太好 呃 已经过世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喜剧巨星 罗宾威廉斯 有没有 大家记得他的脸 哦对对对对 他就是属于那个嘴 嘴唇比较薄 有没有 然后 嗯 然后他总是这个下巴比较 比较呃 嘴唇比较内线 然后那个法令纹比较深的 对 非常标准的 最后那应该是忧郁症吧 对对 忧郁症的人比较会磨牙 嗯 因为他就是不同的压力了 嗯 所以对 他就是整个牙齿都磨得很 很窄很短 对 那最后他脸都茂茂 对对对 对印象很深刻 有点厚道厚道的感觉 对 我来找一下那个罗宾威廉斯的相片 让大家看一下印象会比较深刻 那个就是呃 非常标准的 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会造成您的牙齿 跟呃 您的嘴巴 还有整个法令纹都会变得 相对来讲 会变得比较明显 对那个环境比例 那环境比例已经变掉了 对 让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明显对不对 嗯 完全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六十岁 六十岁现在的样子 好深哦 法令纹上 很深 而且外国人好像天生蛮多 就嘴唇薄的 嗯 但是年龄大了会越来越薄 因为他就是磨牙的关系 OK 好 这是让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啦 看他的额头 的环境比例 额头还是三 对 鼻子也还是三 然后下巴就冒到有一点 二了 对 对不对 二点五 二点五 好 好 这个是 让大家看到的就是 实际上的人的那个比例啦 因为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他长得非常的有特色 对对对 你可能这个也是特色啊 所以他没有去整他的牙齿 我觉得这不会是要整 因为我 我其实蛮喜欢法令纹的人 你知道史恩康 你知道史恩康罢来吗 史恩康罢来也是法令纹很深的人啊 我怎么都是喜欢这种 那个 对对对对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相片 哎呦 怎么都是 他那个 哎我来看一下 哦这个这个这个 侧边照 对 史恩康罢来这张也是 黑白照 哦 对不对 你也是看到是比例是三比三比二点五 嗯差不多 非常的明显 而且也是比较薄嘴唇的 嗯 好 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啦 那真的到了七十五岁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医师 哇 月貌 有点厚道的感觉了 嗯 也是一样 我们看额头这边也是三分之一 嗯 三分之一这就不会变 可能皮肤会皱皱一点 因为年龄大了 但是这边呢 硬体 硬组织应该是三分 分之一应该在这里 嗯 他现在已经 他一咬合 他最初也薄了 因为没有牙齿 嗯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要缺一颗牙 缺两颗牙 赶快把它补回来 嗯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 才说我要来做一个整形 我才说我要来做一个整形 直牙 真的比较难 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牙齿 这完全没有牙 完全没有牙齿 然后不只没有牙齿 下巴的骨头也萎缩了很多 嗯 一般我们下巴骨应该是这么长 嗯 这么高 现在已经变这么高 我们拿下面的来做比例就好 哎 这几岁 嗯 我们拿 三十岁 我们拿三十岁好了 你看 三十岁的下巴骨 这么的长 看下巴骨就好了 嗯 三十岁下巴骨哦 然后到了二十岁下巴 到七十五岁下巴骨冰长 为什么会萎缩 因为牙齿一拔掉 这个骨头因为 就好像钢筋水泥了 钢筋一拿掉的话 支柱拿掉了 水泥就开始流失 骨头就开始流失掉了 所以这也是一样 就是骨头流失了 嗯 所以我一直建议 一缺一颗牙两颗牙 赶快趁这个时间点 就赶快直回去 嗯 不要等到这个时间点 才要补骨头 再直那很折腾 嗯 好 呃 所以要告诉大家 缺牙这件事情哦 不只会影响到呢 你自己的咀嚼进食的健康 还包含你容貌的改变 包含了像你的 这个是 下巴 下巴骨的萎缩 对 还容易会有 马力纹 法力纹的产生 以及嘴巴会容易从 嘴唇变薄了 变薄了 就看起来你都没有笑 但是就在生气 对 因为你的嘴线是往下的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呃 在这个图当中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是 咀嚼功能 哦 对啦 但是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年龄越大的时候 假如没有去处理这些 不只是没有牙齿不能拒绝 连整个脸都会变了 嗯 好 呃 看完了这些图之后呢 就变成就变成说我们把直牙这个动作这个手术弄的太折腾了 所以病人就不喜欢去直牙 反而最后悟到全口没有牙 嗯 嗯 但是呃 如果说呢 如果说呢能够呃好好的直牙的话 旁边的牙齿才不会跟着因此外七扭八 倒塌 然后脸歪 对对对对 很像是排 嗯 哦排鸡木还是什么那个 那个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诶一块一块的骨头 哈哈 啊骨牌很像排骨牌一样 哈哈一个倒了全部都塌塌塌的下去 对对对 骨牌效应 所以你看我们的牙齿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黏得紧紧的 但是如果你少了一颗牙的话 旁边就会跟着 旁边塌下来 那个旁边的左邻右舍旁边又塌一点点 然后上面的牙齿又拽下来了 或是只有缺上面就是下面的牙齿会跑上来 所以会影响五颗到七颗的邻居牙齿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要有一张图示表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因为呢 陈俊农牙医师呢 是全世界首创独创的一钻植牙的发明人 什么叫做一钻植牙呢 一钻植牙为什么可以让你在五六分钟就植好一颗牙齿 而不用花到两年 甚至是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反复的跑医院 靠的是什么样的差别呢 在其中呢 工具有差 我觉得科学发明已经到一个程度 我们没办法再发明从一颗牙种个种子 长一颗牙 那个可能不是我们的时代了 但是我觉得工具上我们假如能把它简单化 其实很多病人就不会觉得很折腾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般植牙 这个是一般 有时候会更多看哪一个厂牌哪个工具 植一颗牙至少要换六个钻头 为什么为什么要换这么多钻头 因为以前那以前的想法是说先钻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看那个洞口对不对 喂然后再把它慢慢扩宽扩宽 所以在换这个钻头的时候每次换个钻头也是感染几率的增高 就会变得越来越粗 越来越粗 然后越来越长越深一点 然后到最后才在画罗纹 尾这最后的尾钻 然后再把上面扩宽一点 然后才把直体放进去 所以这整个动作 说真的也差不多 每一个钻头要换三分钟的话 直一颗牙要20分钟 所以我拿近一点让大家来看 你有看到我最右手边这个是最一开始的直牙 它是一根细细的像针一样的 它下去是确定位置要对对不对 但最后面的这一颗直牙已经确定了的时候 它是非常粗甚至有螺旋纹的形状 对它的深度跟宽度都确定了 然后才把那个直体放进去 那你呢你跟人家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也不是头颊包 大家会觉得怎么一钻那也是硬钻 不是大家看这个钻头是从很细慢慢扩 慢慢宽慢慢宽 好像一个台阶一直慢慢宽 所以把它想起来 这一个前面这个钻就是它 第二个台阶就是它 第三个台阶就是它 第四个第五个 所以呢这个钻头就是把这些的个性 它的功能啊都成为一个钻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一下去 再来就直体就上去了 所以再怎么慢也是一两分钟 这边就是一两分钟一两分钟一直换 所以我植一科 这一位医生可能到这个步骤而已 那我已经直完了 可是这个步骤可能必须要花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不是不是 这个步骤是指手术的步骤 手术 手术步骤就已经 已经从二十三十分钟到一两分钟 那再来呢 从这从这里 这就比较长了 为什么这可以一次到位 这个没办法 这个因为还要讲很久了 所以我们就看手术时间已经拉短了 从一两分钟 把因为工具问题嘛 有所差别 好 所以我要相信陈俊龙牙医师 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您可以做到一转直牙 它的一个优点在于哪里 还有它的一个好处跟优势在哪里 它的手术时间缩短了 今天假如我们要直五颗牙的话 很多人觉得说 哇用传统方法五颗牙 那真的就是整个下午要直牙 健康的人 那我们今天就把一颗 就是一两分钟直一颗牙 我们直五颗 我想在十五分钟内就直完了 所以手术就拉短了 拉短其实成功率会提高 因为发炎的几率也降低了 那假如今天这个是糖尿病 高血压的病人 慢性病的病人 他会缩十五分钟的手术 他会缩三小时的手术 所以就是变成会造福很多 比较有慢性病的病人 那再来这个直牙的设计 他有办法就是击把击指 就今天走进来 就可以把一颗不好的牙拔掉 马上植一颗牙 他就可以走出去了 等一下医师有问题 人家都要拔了一颗牙之后 花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让他让他好好的去 种那个植体 那个植体 养那只植体对不对 但为什么你可以急把急中 这个部分要讲清楚一点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有疑惑 为什么只有你做得到 因为这个钻头的设计 这是有专利 因为这个钻头的设计是台阶 这个台阶会变成这个直体的设计 它是有切削力 所以他会把这些台阶卡得很紧 卡得很紧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拔一颗牙 马上把一颗直体卡得很紧的放进去 那一般的直体的设计 它是没有功能性的 没有功能性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补到有的没的 就是把一些骨头都补好了 一年半才把直体passively 就是没有自功能的放进去而已 那放进去 它再等三个月 让它长好 所以我今天是把这个 这个直体的个性 全部都融在这个整个手术里面 所以我们有办法一次到位 然后再来等三个月 让骨头长好就好了 那一般是全部要做完后 还要再等三个月 所以这变成一年半 跟三个月的时间差额了 可是医师很多人都会说 那个拔完牙齿啊 它的伤口不是血肉模糊吗 我还记得我以前去拔智齿的时候 医生还要缝个两针之类的 然后让那个大洞可以愈合起来 因为它鲜血会一直流 还要含着一个纱布 那其实有时候植芽 它蛮多都是后面那个大旧吃的 对 那不会在挤把集中的过程当中 你马上种下去 对它造成更大的伤害吗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拔出来是一个大洞 那个大洞 我们就只比较胖一点的植体 所以把那个大洞都塞起来了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我流血 假如这个洞会流血的话 你今天把这个植体塞进去 它也止血的功能 再来呢 这一颗牙拔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是复原最好的时候 怎么说 因为这一颗牙齿就是 是不好的牙 不好的牙 我们抵抗力 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 都会跑到那边战争了 去抵抗嘛 对不对 那今天 它每天都在抵抗这一颗 不好的牙 因为细菌一直进来 我们突然间把这个细菌拿掉 清干净 这些免疫细胞 这照顾细胞 它都还在那边 你的意思像青创一样 是不是 对啊 所以你把它弄得 你把它清干净的话 这些免疫细胞 还在那边的时候 你赶快把一颗质体放进去 它就马上照顾了 那你不要等到 拔完 伤构好了 它们免疫细胞都回家了 你今天再把它创伤一次 再把质体放进去 再创伤一次 那时候的布园会比较不好 那假如太多手术的话 那个地方变scar tissue了 变成疤痕了 不是一个 所以最好的布园是当天 那一次拿掉的时候 是最营养 所以成功率会提高 不会降下 但是大家会觉得 吉巴基脂是最近的事情 不是不是 吉巴基脂1996年 就有人发表了 但是就是因为 很多工具上 没办法克服 因为肢体咬不住 所以大家就没办法 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发明是 把肢体咬得住的话 他就有办法 吉巴基脂了 所以就是因为 我去研发这个 质体的设计了 所以你在看那个手术啊 不管是实习医师 葛雷 或者是像那个 日本的 Data S 他们 或者是最近 韩国很红的 机制医师生活 通通都是一样 其实手术时间越短 对病人越好 尤其是本身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像是 因为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病人 还有 这些病人 其实他们 我们假如手术拉长的话 我们要打很多麻药 因为他会开始痛 那打很多麻药的话 其实这很危险 因为麻药到一个基量 不能再下去了 那所以就要停止这个手术了 不能再下去了 那假如糖尿病的病人 讲难听一点 他也不是 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会复原 只是复原 比健康人比较慢一点 抵抗力比较低一点 但是不代表 不代表他不会复原 那今天我们假如 把手术弄得那么折腾 那么漫长 他其实复原的机率 会更不好 更低 但是如果可以快速的 来解除他的问题的话 那其实对于慢性病的患者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是的 好 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留在脸书上面 等会程庆龙医师会回答你 现在时间11点31分 欢迎回到 明样客节目现场 我是诗伟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 陈俊龙牙医师 跟听众朋友 聊到的各种有关于 牙齿方面的相关问题 大家不用客气 赶快到脸书 搜索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赶快请到 陈俊龙牙医师 比如说像我是 非常明显的磨牙 所以你看哦 你看我的脸的比例 我的额头 我露出来一下 我的额头有三 有没有 然后我的鼻子也有三 但是我的很明显的 就是我的 我怎么头发乱 然后我很明显的 那个我的 我的下巴的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2.7 2.6之类的 是吗 差不多 所以我要去做牙套 是不是 你会帮我做吗 可以啊 可以 好啦 不要了 我把你留给那些 更需要植牙的人了 所以如果老人家 有植牙方面的问题呢 真的是请大家呢 千万的不要轻悟 一定要让他们 及早来植牙 那不只是老人家 现在三四十岁 很多人就在植牙了 如果你在植牙的过程当中 遇到任何问题 也都非常欢迎你 可以上 news98官方粉丝团 来回答大家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看我们好像 直播没有置顶 帮我们置顶一下 让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 好 那另外呢 我想要来请教一下 陈俊隆牙医师 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问 我植牙曾经失败过的话 那我再去找你植牙会成功吗 可以啊 为什么植牙会失败 植牙失败 有很多原因 但是在初期 失败是因为骨整合没有好 没有到位 就是说这个植体放进去 可能细菌感染 可能手术时间拉长了 里面的骨头有烧到 所以造成这个地方 骨整合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只是把它拿掉清干净 那因为那时候 我发明这个植体 我有想到 我有想到说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因为不可能我们百分之百了 所以呢 假如不成功 赶快清一清 是不是可以再选一个size 再把它赶快放上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 也发明了 怎么去 万一有失败 因为譬如今天植了20颗 有一颗失败 你不可能跟病人说 那全部再等一年半 当然就是说那一颗 赶快拿掉 赶快再放一个新的 那再来就再等两三个月 就可以完全20颗开始动了 对 所以呢 那时候我有想到啦 所以植压失败是 是会的 但是呢 因为骨细胞会一直增生 所以不会说 失败整个就没办法 五旧了 不会 再等 再补骨头 再植压 或是马上再植一颗都可以 所以那个等待 时间需要多久 不需要等待 不用就是再重新再等三十个 三个月就好了 三个月 让他的下面的骨头 再重新整合一次 整合一次 那有时候他失败是个很奇怪 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原理 就是骨细胞 他也没有发言 他就懒惰 他就不跟 不跟这个直体黏在一起 不抓在 不抱在一起 那很奇怪 就跟他刺激一下 他就抱起来了 所以这也有可能 所以不用说 失败就是 绝入了 没希望 没有没有没有 失败都可以重新再来一次啦 绝对还是有可能 有机会的 对对对 你到目前为止 有遇过不能直牙的病人吗 我很自信的说还没啦 还没有遇过 好 那很多人都会说 我这个直牙很麻烦 因为那个需要直牙的 可能是右边有三颗 左边有两颗 那医师 这个是可以一次来解决的吗 因为你知道 跑很多次 牙医生的时候很麻烦 是的 所以我才会发明一转直牙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这转一个 这差不多两三分钟 最困难最可能 就是一次可能十分钟而已 那用传统的工具的话 那说真的 你真的要跑好鸡汤 为什么 这边三颗 可能今天直玩了 折腾了一两个礼拜 再回来 在另外那边又再手术一次 所以就是我觉得 手术要一次把它到位 做完 那一次就吃个止痛药 尤其台湾人 最不喜欢吃止痛药 抗生素 也应该就一次吃完 不要每个礼拜吃 吃的最后变成抗体了 OK 所以其实是一次可以值很多颗的 可以可以的 你最高纪录一次值几颗 全口啊 对 28颗吧 28颗 我们人就是28颗牙齿 一罐一丁 所以其实一次值多颗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带着行动假牙 就是那种广告嘛 可以来 然后可以去泡在那个药室里面 对 那种 那有人叫行动假牙吗 活动假牙 活动假牙 对对对 那种活动假牙 如果我已经带着那个了 带了很多年了 我还有机会直牙吗 有 但是要评估了 为什么 因为看你带很久的话 你一定会把骨头都压扁了 压流失掉了 所以变成说我们要看到底是薄到哪里 有时候薄到像鸡蛋 那真的难度会非常的高 你说薄是薄那个下巴骨 对对 下巴骨上面也会薄到变成跟鼻痘快要穿破了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这我们都看过 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骨头补回来 然后把肢体放上去 那我们是有办法一次到位 就是补骨跟肢体一次到位 手术一次到位 然后让它复原 但是复原不能三个月 可能要六个月了 因为它骨头太少了 就是如果你的那个下巴骨 你的你的有点像盖房子吗 你的基层如果太太低呀太扁的话 你还是要把它盖厚一点盖深一点 这样子你才能够种的好吗 对对不对 好那刚刚呢有提到的就是说呢 像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 三高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胆固醇的患者 这些人都可以来植牙吗 那正在吃抗磷血剂的也可以吗 这多人有问题 没有 抗磷血剂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就是回到我们本原因 就是说我们在短短时间就可以 几把几指的话 抗磷血不用停也可以 除非这个手术很大 就是说要植好几颗 那可能就要停一些 为了一两颗两三颗 我觉得不要停 停了反而会悟到一些大事 为了植两颗羊 造成他跑医院心脏不出事了 所以我觉得抗磷血 是要看我们的手术时间 医生要评估手术的时间 跟他这个抗磷血要不要停 所以这个还是要叫医生 来做专业的评估 对 但是他要评估他用的工具 这都他自己要评估的 那另外的话 要来请教一下孕妇呢 有没有孕妇要来植牙的 有 但是我都会劝他 等你生完再说 不用 但是也有 真的迫不得及待 譬如说不是植牙 我的意思是 发炎到不行了 要拿赶快清掉 那一定要 那可能就是我们孕妇有三期吗 就是头期跟尾期可以 中间不要 那为什么不是 不是要亲那个拔牙不对 不是 意思 问题是打麻药 我们要这个麻药剂 跑进去他身体会伤到胎儿 所以是因为这个不是拔牙 不行 你假如不要打麻药 愿意让我拔 我觉得也OK 那不要 那一定很痛 当然 另外呢 有一些老人家嘴巴张得不够大 他没有办法 你常常执牙的过程 我没有办法 啊 那么久 所以有时候我去看牙医的时候 牙医师都会让我休息一下 你看连我 连我这种年轻人 我都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对啊 那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原因 因为你嘴巴张不开 那我一直换转头 换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你都都 质底又放不进去 因为张不开了 所以我们假如能在短时间 一转两转就直晚了 其实我 我跟病人说 尽量张一分钟 我想很多人都可以 但是你这样张半小时 那可能就 哎老哎孩 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因是不是张不开 他真的张不开 他真的有一些问题 就是 比如说捏恶关节 沾黏之类的问题 那些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开嘴巴 其实是开滑出来 是两个动作 有一些人是只能开 但是滑不出来 下巴滑不下 那就真的打不开 那打不开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去处理他原来的 为什么打不开 好 所以那个嘴巴可以打得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也要来问一下呢 就是 医师了 有一些朋友 我曾经扣印进来 有问过说 他们的牙齿 尤其是智齿 是横着长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横着长的S光图 大家可以赶快上 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直播了 你画得出来吗 这个吗 这个吗 这个横着长的这个 没有啊 那是长得很好 那哪一颗 来我画给你 这一颗 这么大颗 对啊 这么大颗 这个横着长 这个是直的长 是长出来了 这个是这样子长出来的 对对对 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横着长的 对对对 很大一颗耶 怎么会这么大 所以这是根 你现在画的是它的 牙根 就是它的牙罐 但这是横着长的 这个就是它的根 对 所以它是往这个方向长 它越长会越怎么样 OK 它有很多方 它很多不好啦 它只要一直推出去 它会伤到前面 这一颗好牙 这颗我们要的 是第一大就齿 第二大就齿 第三 第三就是智齿 为什么叫它智齿 因为它太聪明了 我们都不知道它长哪里 真的是这样叫它 英语是叫它智齿 Wizem Tooth 所以它是横着长 那假如它今天埋在骨头 这是骨头 我可以画一下骨头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是我们下巴的骨头 我用点点点 这个是骨头 所以呢 它假如在骨头里面 它假如没有横着 就是没有伤害它 它的话 其实这个智齿不要拔 不用拔没有用 那没关系啦 可是它会一直长不是吗 但是我就刚刚 我强调说 它假如有一直长 然后伤到它 一直推它的话 推这个好牙 那这一颗就要出来了 智齿如果一直长 伤到好牙 那颗智齿就得要拔 对对对 不要说 这智齿没关系 有一些人就觉得 不要拔智齿 没关系不是 看它有没有伤害 它有伤害到 这颗邻居的好牙 它应该要出来 不然的话 这么好好一颗牙 最后被它伤了 那最后这里 不是要止一颗了吗 所以假如智齿 没有伤到旁边 那没关系 就让它 就让它安静的 待在它的骨头里面 是OK的 对对 但是假如智齿 露一点点出来牙肉了 骨头外面了 露一点点 这颗智齿就开始 会有牙周病 因为细菌可以进去了 因为它在骨头下面 细菌跑不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 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骨头就好了 但是它跑出来了 有一个头跑出来了 就容易会有 细缝裂缝的问题 细菌会跑进去 牙菌斑会跑进去 那这个智齿就要拿掉 所以有一些 病人会觉得说 智齿不痛就不要拔 不是不是 智齿不是不痛 它有没有妨碍到 隔壁的邻居 有的话它还是要拔 不是说它不痛 那这样就 我是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它不痛 不代表它不会害别人 了解 所以这是 到底要不要拔智齿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医师这一张S光 是年纪大的人的 S光对不对 没有啊 这很年轻 很年轻 那为什么它的牙缝这么大 没有啦 每一个人都 微微一个小牙缝 那个就是黑三角 就是三角的地方 所以这是正常的 它是一个正常的 那牙缝其实是牙齿跟牙齿中间 它们有相碰 上面这里 那这里就是因为牙肉 尖尖的牙肉 所以X1一照下去 是有点尖尖的黑黑的三角 OK 那个嫉妒别人 一定要攻击一下别人 你太详细了 太详细了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 陈俊龙牙医师 陈俊龙牙医师呢 不仅在哈佛大学呢 的牙医学院呢 有教书 并且呢 发明了世界上 唯一独步的 一钻纸牙的方式 以往的纸牙呢 你可能要花上两年 或者是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你得要 呃 常常的往返医院 然后呢 呃 反复的 接受这个纸牙的过程的一些 比较辛苦的地方 像我爸就是只能吃粥嘛 吃软的东西 然后他也不爱吃肉 他就说 以前 以前不是爱吃肉吗 牛排啊什么的啊 就说现在根本咬不动 所以他喜欢吃什么 吃粥 吃软的鱼肉 所以是不得已了 吃米酸 这种 你知道 那个酥起来 就是软软的 然后他可以马上 就是吞下去的 这种他最喜欢 那你是不是 你自己是不是 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呢 下一阵段我们要开放 扣运电话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扣运进来 83693398 83693398 现在时间11点46分 欢迎回到 明洋客的节目现场 我是诗伟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跟听众朋友呢 呃 一起来了解有关于 牙科方面的任何相关的问题 如果呢 你想要了解牙科方面的 相关问题呢 非常的欢迎你可以到 呃 脸书上面搜寻 news98官方粉丝团 在我们节目的直播下面呢 留言 呃 任何的问题呢 呃 都有陈俊龙牙医师呢 直接来回答你 我们比较少要请到牙医师 到现场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 来保卧一下这个机会哦 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来留言 哎 我来看一下 哦 我看到问题了 sorry 我看到问题了 好 我重新登陆 我就看到了 呃 Queenie Queenie黄说 这样新的方式看起来优点很多 但是跟一般直牙的技术 比较之后会有缺点吗 你的一转直牙会有什么缺点 太快 太没有感觉 太快 我倒是有一些病人说 我直完了吗 怎么 感觉好像没有直 嗯 嗯 应该是我们要把东西都简单化啦 嗯 应该我最后的 我们就是要最后的 最后要的就是直一提 成功嘛 嗯 就像我举个例子 我们高铁不是有 有时候从台北到高雄一站就到位了 嗯 那火车一站一站停 也不是说火车不好 只是说一站一站停 它的风险会 当然会提高 那最后就是我们到了高雄 就到了高雄 直牙成功了就成功了 嗯 所以我是 我们是觉得说成功当然要一定要最好成功 但是过程 能简单 其实是造福了很多病人 OK 所以其实目前成功 刚刚我们在广告时候有讲 其实陈俊荣牙医师呢 不仅在哈佛大学的牙医学院有教书 还帮很多的名人直过牙 像是秋离宽宽姐嘛 然后还有Michael Jackson的爸爸都直过牙 还有很多各国的政要名员之类的 我们就不便多说了 以前的哪个国家的前总统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一站直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唯一的问题应该就是速度太快了 有人问说有牙 Nancy Nancy问说牙周病可以直牙吗 牙周病是可以直牙 但是就是说要知道这个程序要对了 不是直完牙才治治疗牙周病 一定要治疗牙周病 或是同步进行制牙 可以是可以的 治疗牙周病完再直牙 或者是同步 同步 对对对 我们直完牙 那在等直牙的骨整合的时候 这个病人一定要把周边的一些牙周病 也一直治疗好 我可以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吗 直完牙的那颗牙齿 后来会因为牙周病而又再掉下来吗 就是所以就要保护 要维护 就是每三四个月要回去 你直牙那个牙医师 让它去tune up 去maintain 去维护它 要洗啦 OK好 还是要好好的保护 另外 另外有听众问说呢 他的父亲今年六十岁 在一年前呢 不小心吃了比较硬的水果 所以早期做的牙桥式的假牙就掉下来了 后来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一直没有去做处理 结果就造成了牙龈的萎缩 跟下巴骨头的流失 这是不是要赶快处理 如果不处理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会啊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他他脸型会变啦 嘴巴以后玩 因为他就比较喜欢吃 有牙齿的地方 没有牙齿的地方 他植物就啃不下去 就不会吃那边 所以很多后遗症啊 所以我是建议 现在我们台湾都保护得很好 那这个COVID-19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应该赶快去找 你相信的牙医师 然后把那些缺牙 把它补回来 好 要赶快补哦 不要拖时间 何小姐你好 何小姐 两位好 你好 请教程医师 我是生七十古来西的老人 那我昨天的那个不晓得是旧磁 还是自磁 刷牙的时候掉了 连根都掉了 那现在是要怎么处理 OK好 我建议因为连根都掉 你自己掉的话 其实 要跟你讲 这颗牙脚自己掉的话 其实旁边亚洲病应该 旁边的林亚的亚洲病 问题也很大 所以我是建议你赶快去找亚洲专科 要找亚洲专科 因为他比较朝这个方向 比较有专嘛 等下去让问他 去请教他吧 要怎么样处理 把亚洲病处理 或是植牙 还是怎么样 OK好 另外呢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持续的call in进来 call in站 先是83693398 83693398 有听众在节目上问说 那个费用要怎么算 还有医师的诊所在哪里 等会我们最后告诉大家 咨询的电话 而且呢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 每个人牙齿的状况 而有所不同 所以 你就很像现在 会在问我说 我割双眼皮要多少钱 或做龙皮多少钱 这个还是要看 每个人的状况 而有所不一 对不对 有时候搞不好 你根本就不用直牙 有时候搞不好 你要直的牙齿 比你想象的还要来得多 那你可以打咨询电话 去直接跟 陈志龙牙医师 预约时间 让陈志龙牙医师帮你看 会是你本人吧 不是照片集团 是你本人 指定我的话 我就出现了 指定你 你就会出现 好 有朋友问说呢 六岁的小孩 有后到 也就是下牌牙齿在外 可以矫正吗 怎么矫正 其实现在有早期治疗 矫正啊 就是不用等到 比如说我们要 十五十六岁 现在有早期治疗 应该去找小儿牙科 小儿牙科 或是矫正牙科 我觉得要赶快去找他们 最坏的打算 可能要做一些手术 但是我觉得 看你那个后到的 严不严重 陈医师你也有一点点后到 越老越后 可是我觉得还好 你没有很明显 就马英九也有一点点后到 我听说上面说 后到比较晚年比较好 过日子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晚年不气比较好 自己安慰自己 那我赶快下巴 赶快退出来 森小姐你好 森小姐 你好 思维好 陈医生好 你好 我有牙裂 然后在治疗中 然后 所以牙裂是 可以治疗吗 还是真的要拔掉 还是要做怎么处理 哪一颗裂 上面 就是左上 这我可以解释的很简单 因为就像我们墙 墙有裂 是要看这个裂多 深多长 距离多长 你能不能裂到隔壁的邻居 就是要看了 假如是一个小裂缝 那当然可以补 把这个墙补一补 一样的意思 在这个牙齿我们要看 有时候要用显微镜看了 但有时候显微镜看不到 那有时候也不是说 显微镜看不到 不代表没有裂 它可能有一点crack 不是flature crack我不知道国瑜怎么说 所以我要请牙医师去检查 然后看看你那个裂 会不会造成整个牙齿痛 然后有时候是裂看 是裂横的 还是裂直的 这都不一样 因为裂横的 可以救 裂直的裂到牙根下去了 说真的 那就比较没有办法救了 所以有很多人 在做那个根管治疗的时候呢 后来一直做都做不好 会疼痛 其实去做专业的显微镜的检查 就会发现 它其实牙根裂了 那可能就没办法 它一定就只能用质牙了 其实就看裂在 上面还是很下面 裂得太深的话 那就没办法 OK好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持续的扣印进来 扣印钻线是83693398 83693398 欢迎大家呢 有关于任何植牙方面的问题呢 都可以来请教陈俊龙牙医师 要请教一下陈俊龙牙医师 像刚刚我们有70岁的天佣朋友 扣印进来嘛 还是要提醒你哦 亚洲病要赶快去治疗哦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的植牙有年龄的上限吗 没有 最近我也破我自己的记录 本来是97是破 破我以前92 现在又值个99 所以又破了 99是你妈吗 我妈98 你妈98 那99 又另外一个 又破我妈妈的记录 人活得越来越长 你要有健康的牙齿 才能够吸收很好的养分 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 不然你活得越来越长 然后你都用那个 喂食道 那个什么 鼻胃管 喂 惯养的话 能够维持生命 但是生命的品质 就会变得比较下降 是的 好 施先生你好 施先生 你好 是 我想要请问我的牙齿啊 因为我刷牙太用力了 是用那个研磨剂的牙膏啊 那牙齿这样子凹下去 这样子有需要补吗 哪里凹 我应该知道 就牙根 那个牙根 就是那个牙肉 那个缝隙嘛 那个接连的地方 应该是 对你刷得很用力 它会有一个凹槽 那凹槽会越来越深 其实就看到多深 有时候是可以补一下 但是有时候要保护起来 就好像安全帽 要把它保护起来 不然那它会断头 就是那个脖子断掉 所以因为你一直磨 一直磨 一直磨到后来 那脖子很细 就会不小心 咬到什么就裂掉 所以我有时候 要去找你的牙医师 然后看看那怎么处理 让它保护起来就好了 OK好 欢迎持续扣印进来 83693398 83693398 在接您的电话的时候呢 同步的也要问一下 陈俊龙牙医师 很多听众朋友在 以前那个时代 都会做牙桥 就是中间那一颗有问题 但是你把旁边两颗磨小了 然后就套一个牙桥 那那个东西 有需要把它弄起来 重新做植牙吗 其实我觉得要 因为你清不了 那个桥下面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开始 那个地方 桥下面有缝 因为我们牙线过不去 所以那个地方 就开始会注牙 注到旁边那两颗好牙 所以我是觉得 假如有牙桥 没关系 就先把它切掉 单颗化 植一颗牙在中间 这三个牙罐都单颗 所以你可以用牙线去清它 就OK了 清洁上比较好 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我要请教这个陈俊龙医师 我是有做个 那个牙齿 牙交用 有做这个口腔 那个放射线治疗 我的口腔 那个牙齿也都有了 萎萎萎萎萎的 我这个要执牙 有可能性多少 陈俊龙医师跟我回答吧 OK我们20秒时间 OK可以啦 可以 就是要来评估啦 我曾经做一个 在化疗中 口腔化疗中 也把它值了八颗牙 放射线治疗也可以吗 对可以 可以 但是就是要知道 你哪时候 你放射线的时候 是哪时候 哪时候可以 可以有个 有个时间可以 中断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要评估一下 看一下 好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更多的电话 但是呢 非常欢迎大家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拨打咨询专线 电话是 02-2325-2100